這就是電網 在企圖馬東里損農李文良帶領下 市議員張耿輝等人穿過竹林 映入眼簾的是由三條類似粗鐵絲搭乘 通上電流的電網 損農也特地拿著設備測試已經通電的電網 給張耿輝了解 也請他注意不要摸到避免觸電 2.0 李文良表示電網架設好之後 確實沒有再傳出有山豬 或是山腔進來吃綠竹筍 終於不用再請獵人幫忙 也感謝政府和筍農共同分擔 補助經費裝設電網 已經按兩個禮拜 按照這兩個禮拜我們的觀察 山腔跟山豬都沒有進來 都沒有進來 不像以前 他每天都會進來 每天都會進來 都會損害我們的竹筍 這兩個禮拜我們的觀察 目前是都沒有 效果算起來是不錯的 目前是我們這一批是第一梯次 第一梯次我們申請人比較少 所以說政府補助的金額比較高 政府是補助三分 四分之三 我們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說現在的補助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划算 非常的划算 不然你一次安裝下來 像我四百米的話 要差不多十五萬 要稍後十五萬 這樣的話我們只 出了差不多兩萬多塊 身兼基隆市休閒農業協會 理事長的市議員張耿輝也表示 如果裝上電網可以有效 遏止山豬以及山腔搶食 或是破壞農作物 電網的電流也不至於傷到野生動物 那麼政府就應該協助農友們裝好電網 避免農友和野生動物發生衝突 前里長你們兩者係數的 電網裝下去以後就減少 這一些山豬山家過來信念 那也會減少一些農作物的損害 那我想更會在這邊呼籲 若是說電網它有 裝下去已經有 基本的嚇阻作用的話 我想在政府中央方面的話 應該多多給我們基隆市的這些 尤其外縣市也是這樣的農民 都會給補助 以免農作物的損害 筍農李文良指出 目前他的綠竹筍農地裡面 先裝設大約四百公尺長的電網 一段時間後如果成效不錯 再來評估是否繼續加裝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